各位小朋友好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一 现在是第七节课 今天我们上课的范围在110页到111页 这一节是我们的音乐课 请小朋友打开课本110到111页 今天也是我们这学期最后一次的音乐课 那等我们五年级在大学校上课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再把这学期的部分的课程 再容纳到下学期去看 那我们就先来 今天我们要来听一首歌 这叫野餐 然后这个作者呢 这个作者写取的叫康佛斯 那作词不确定不详 现在还找不到他的作词者是谁 那我们先来听听看这一首歌哦 今天天气好轻松 好轻松 苏树藏 彼此主安康 今天天气好清爽 我像野花香 青山绿水柔身旁 桥柳山深长 四方好有相聚 雨的花又长 海外共参渡树长 彼此主安康 如果有小朋友 你是有在教会的话 其实这一首歌的旋律 你应该听过 这首歌也是在教会中常常唱的一首诗歌的旋律 那这个作曲者是康福斯 那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到一百一十一页 来首先我们先看到这个这一段的旋律 这一段的旋律 好 这一段旋律我们先来看看它是唱什么音 我们先 还记得吗 我们有说过 这个是咪 这里是咪 第一线是咪 然后我们就慢慢往上数 我们的音符 我们音符的唱名就是 DO RE MI BA SO LA SI 然后又重复 只是我唱比较高的时候 我就在上面给它一个点 那我RE也重复的时候 然后它比较高 我们就在上面画一个点 好 咪也是这样子 好 那如果比较低的话 我们就会习惯在底下画个点点 好 那小朋友再来复习哦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RE MI 好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哈 好 第一个音 第一线是我们的咪 所以我们就往上 好 因为我们是慢慢往上爬的 所以呢 我们就来慢慢的往上数 好 慢慢的往上数 好 往上数 看看是什么音哦 好 咪 好 再往上一个发 收 好 我们看看往上几个一 好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所以往上六个 从咪开始 一二 三 四 五 六 好 来看看哈 八 三 六 六 六 五 六 四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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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六 六 五 六 第二个音也是RE 那RE再往上呢 就是高音MI 所以这个是高音MI 好 好 这边又是高音RE 第四线 高音RE 那因为这个是他排版的问题 所以小朋友的MI 请你这样子写ME 底下写一个MI 不要像他这样子写 因为这是他印刷的部分 那我们写的时候这样写就好了 好 来 我们来继续看 好 这个是高音RE了 那往下 现在音符往下 我们就往下算 往下几个 一个 两个 所以RE在这边我们往下一个 一个 两个 所以这是C C 好 那一样这边请你 好 不要像他这样子写C 请你写成这样的C 好 C 好 现在在C咯 好 那我再往下一个 两个 往下一个 两个 所以这一个音是SO 好 对过来一样的位置 所以他也是SO 好 我的音符又往下了 所以我刚刚是在SO 我就再往下几个呢 一个 两个 好 所以就是SO往下一个 两个 所以这个音是ME 咪 咪 咪 好 好 所以它是写成这样子 咪 咪 咪 好 往下 咪再往下一个就是RE 好 那我们可以去找找看喔 有没有RE到SO就是往上了 好 那几个呢 一 二 三 三个 所以我再RE 我往上数一 二 三 这个音就是SO 好 那SO再往上一 二 这个就是C 然后这个C 往下两个就是SO 好 来这个 有时候我们写谱的时候可以对过去 好 比如说我前面好像这个音 我刚刚好像写过耶 你就可以回去 好 同一条线来找找看 找找看 啊 对 就是这个音是什么呢 RE 高音RE 好 然后这个也是C 这个是LA 好 所以这首歌的这个旋律是 RE RE MI RE SI SO SO MI MI RE SO SI SO RE SI LA 停 这是这首歌 好 好 那如果小朋友 我往这边改一下 我们写成这样子的C 你会比较好写 好 那小朋友有没有看到 这个叫做布定唱名 就是第一线我就是唱MI 然后这个叫第三间我就唱的是高音MI 好 第二线我唱的就是SO 这叫做固定唱名 就是哪一个地方 他就是第一线就是MI 我就唱MI 第二线我们之前教就是SO 我们就唱SO 这叫固定唱名 好 但是还有一个 我们在去唱歌谱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用另外一个方式 这个方式叫手调唱名 好 手调唱名 手调唱名呢 就是说呢 换一个人来当老大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DO 我们就是DO当老大 那这一首歌呢 它是你看到它的谱前面有这个 这个是声记号 所以谱有一点不一样 不是在像我们之前这样唱 它的音会有一点点的不同 它的不同在这边 之前我都是这个DO当老大 那我现在要换成 换成收当老大 我出不来 换成收当成老大了 他是老大哥了 好 那收当老大之后呢 我们就把大家的顺序排一下下 好 收当老大之后呢 好 收当老大之后呢 这个原本收的位置 我们就唱成DO 原本拉的位置 好 本来是第二线 第二间我们要唱拉 就把它唱成RE 好 这个叫做 这个是因为这是G大调 我声调了 声调的感觉就像是 我今天可能是在一楼唱歌 然后我现在要跑去五楼唱歌 这就是有声上去的感觉 好 这就叫声调 那这首歌它是一个 它是G大调 好 这是我们的声记号 一个声记号是G大调 好 那原本在第三线 要唱C的位置 要唱C的位置 我们在G大调里面就唱成 E 所以这边就是 F 这边就是 SOL 好 这边就是 这边就是 这边就是什么呢 这边就是L 好 那我们就往下算了 Dore mi fa sol la si Dore 好 这首歌的歌谱没有这么高 所以我们就往下去看 好 原本 so fa mi re do 原本这个fa就要往下走 所以do往下走就是si 好 它就是si 再往下走呢 是la 好 再往下呢 sou 好 再往下呢 sou sou 好 再往下呢 sou 好 再往下呢 sou 好 再往下呢 這首歌我如果用 首调唱名就是我用g 用sou这个音当成老大的话 它就会变成 Dore mi fa sol 好 原本sou的位置要唱成do了 所以我们来看哦 第一个re 原本re的位置呢 就要唱sou 然后 好 一样sou 好 这边是我们的mi 好 我们来找找看 mi要唱哪里呢 对下来紫色就是la 没有错 好 re一样就是我们的sou 好 si呢 红色的si对到g大调就是mi 好 再往下就是sou 原本我唱sou的地方就要唱成do 好 原本我唱mi的地方要唱成la 好 两个一样 好 原本我唱re 这个本来是我的 我们都唱re 在g大调里面它就唱sou 好 原本我们唱sou的位置在g大调里面是do 好 所以这边呢就是mi 好 也可以这样算do re mi fa do re mi 然后就是do do re mi fa so 这边是so fa mi re 好 如果我用成g大调唱的话 首调唱名的方式唱歌的话 这一首歌的歌谱它就会这样唱sou do so la so mi do do la la so do mi do so mi re 好 它的音是没有改变 只是我们唱的名字变了而已 好 来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哦 野餐这首曲子是什么调呢 刚刚老师讲了 没错 它就是g大调 它主要的音 主要的音就是它来当颁奖的这个音就是so 好 它要几拍呢 拍子我们看这边这个数字 这个是一首四四拍子的歌 就是说我用四分音符当一拍 每一小节会有四拍 每一小节会有四拍 这个是四分音符 哦 这边的四分音符是长这样 哦 四分音符 小朋友还记得吗 好 这是四分音符为一拍 所以呢 这是一拍半 这是八分音符 这是副底四分音符 好 然后我们来看看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谱 然后来看回答这个问题 这个谱上面有 123456 有六个数字 它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来看看哈 第一个 刚刚老师说这个是生计 好 请你写上生 然后第二个 这个是什么音符啊 它跟四分音符长得很像 然后只是它多了一个点点 所以它叫做负点四分音符 好 我们以前讲过 负点就是原本的拍子再加一半 所以比如说负点四分音符是这样 对不对 好 负点负点四分音符长这样子 那我们的四分音符本来是一拍的 那现在我要再多一半 一拍的一半就是多少 一拍半 所以四分音符要唱多长 它要唱一拍半的长度 所以它这边会 有没有唱到这么长 它是这种唱法 好 来第三个 请问第三个 这个很像一个微笑的叫做什么线呢 还记得吗 这个叫做圆滑线 有没有当就像我们笑起来的时候 整个气氛啊 整个环境好像变得很 比较融洽一点 让人我们也叫 在音乐我们就叫圆滑 所以这两个音要把它 让人家听起来很舒服 好 然后第四个 这个一个打勾勾的是什么记号呢 如果有上合唱团的小朋友 应该比较熟悉 因为你们常常看到 这个叫做换气记号 好 因为有时候一次要唱太长 我们的气会不够 好 那在这边打勾勾就是建议 你可以在这里换气 好 那如果说有小朋友说 老师我到这边我就没有气了呢 那就是慢慢练 好 慢慢练 把你的气越练越长 最好是可以让他整句 这两句唱完 梁小杰唱完 这一句是梁小杰 让他唱完再换气会比较好 他听起来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梁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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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S-R-E-S-L-A 我就会感觉被切断 所以记得 如果是一整句 最好是一整句唱完再换个气 第五个这是什么线呢 直直的这个是什么线呢 还记得吗 没错这就是小结线 第六个这是什么符号呢 它是修指符 但是小朋友记得它是什么样吗 哪一种修指符 没错 它就是四分修指符 四分修指符也就是要休息一拍 所以四分修指符跟四分音符是一样长的 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 那如果小朋友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群组发问啊 或者是明天在上老师的社会课 也可以再问一次 那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回家作业 今天的回家作业请你把111页完成哦 好所以我换一下我们的功课 今天的功课请完成课本111页 完成之后请你拍照上传到云端 或者是你私讯给老师都可以 重点就是要让老师收得到你的作业 好接下来呢 我会把我把我们刚刚上课的笔记先擦干净哦 好那小朋友呢我会把这个答案 好我会把这一个页面好再放在 再停留久一点 好那小朋友在在完成作业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忘记 你就在这一面按暂停 然后将它写完 那记得好这边有几个部分 好这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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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在这是因为他的印刷的部分 他可能没有做没有办法做到很的 如果你写到这几个音的时候呢 C跟me的时候 me请你这样写就好了 好那如果是C的话 请你这样写就可以了 这样写起来是比 是平常我们就是这样写 你可能也比较熟悉 比较习惯 好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边 好那老师要跟小朋友说再见咯 好那我们就9月份再见 就是你们上五年级的时候 我们再相见咯 拜拜